深飞醉新型电子战飞机曝光!咆哮杀未来配航母!威力十分大! 原标题,深飞醉新型电子战飞机曝光!咆哮杀未来配航母!威力十分大! 近日,美国飞行国际新闻在线网站发表了一篇,题为《中国披露另一架咆哮者》的报道,这篇文章中表示道,中国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研发以肩负15舰载战斗机为基础的新型电子战飞机。 其实早在上个月,在某社交网站上就已经有某知名大V放出了肩负15电子战飞机的照片,因为这款飞机在用途上类似于美国的EA18咆哮者电子战飞机,所以肩负15电子战飞机也被国内网友起了个咆哮杀的绰号。 电子战飞机在现代化战场上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大的,因为现代战场注重的是信息化。 有大量的高科技电子设备投入到战场上使用,而电子攻击机则是专门为了打击这些信息化作战工具而生的。 对于干扰敌军的雷达、通讯正常使用等方面,电子战飞机将要发挥巨大的作用。 所以各国都在抓紧进行电子战飞机的研制生产工作,以此谋求在信息化战争中取得战场优势。 因此中国才专门研发这种电子战飞机,来配备给海军航母来使用,再干扰敌军雷达系统,掩护我方战机突破敌军防空火力网等方面,肩负15咆哮沙一定会发挥重要的作用。 并且这款电子战飞机还不仅仅装备给海军航空兵部队,未来在空军、陆军的航空部队中也都将会看到肩负15电子战飞机的身影,以此来应对局势日益复杂的现代战争。 而大家一直关注的咆哮沙的发动机问题,从目前得知的信息来看,仍然采用的是俄罗斯的AL31窝扇发动机,但这也是为了是非工作安全性考虑。 未来随着肩负15咆哮沙的量产工作进行,将会换装国产的涡扇副10B来替代俄罗斯的航空发动机,来彻底解决飞机心脏病的大问题。 未来我国舰载机部队一旦装备这款电子战飞机,将会给以往的传统作战方式带来巨大改变。 美军正式通过其装备的大量电子战飞机,率先在海湾战争中撕开伊拉克军队的防空火力网,来掩护其作战飞机进入伊拉克领空,对其境内目标进行空袭,取得了巨大的战果。 所以装备兼副15咆哮沙电子战飞机的中国军队,也必将拥有撕开敌方防空网对其目标进行大规模空袭的能力。 这无论对中国海军还是空军来讲,都是十分具有重要意义的。 历任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